男人是喜欢什么样身材的女人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项关于现代男性择偶标准的调查研究发现 有将近70%的男性呢 希望自己以后的伴侣啊 能够是稍微微胖的那种身材 因为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 外貌审美是一种生育能力的价值衡量标准 也就是说呢 什么样的外形立于繁衍 我们就会觉得呀 这样的外形是美的 微胖型身材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都会是身体素质好的表现 而且女性的情绪与体型之间的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身材微胖的女性呢 拥有相对稳定的情绪 又拥有较为适中的性格 而情绪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呢 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啊 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绪控制能力等等 你觉得我说的对吧 女人三条底线啊 男人千万别去碰 第一 你可以对我不在乎 但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你 感情是拿真心换真心的 如果你觉得几天不联系 很正常 那我觉得几个月不见面 也没有关系啊 第二点 我可以装傻 但你没当我真的傻 随意的敷衍我 仅有一张爱我的嘴 却有一百个不爱我的细节 你对我的真心或者假意 我心如明镜 我只是习惯有你 并不是非你不可 第三 你可以骗我 但是别让我知道 欺骗就像是饭碗里的苍蝇 我看到会觉得恶心 看不到 就不影响胃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